一些訊息通通幫他幫他打包 按下去就馬上知道不用再打開手機瀏覽器 打開手機瀏覽器你會發現字太小了很不方便 如果他可以按下去 馬上可以得到他想要去看的網頁資料的話 那你這個App就有價值了 OK所以這地方的話各位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 再來的話按確定的話這邊有TOS密碼錯誤的 然後打1123456 按一下確定密碼正確 有沒有清楚 OK好那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做的再來就是按結束 可是按結束的話 預設其實你就打一個Finish 按一個Finish的話實際上 我們在OKEND 預設值這個地方我們一樣產生一個什麼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打一個什麼打一個Finish 直接打一個Finish 指的就是 Finish直接打個Finish 小瓜糊 然後一個結束符號 這樣子呢就表示什麼 我要離開這個Activity 也就是說這個Activity有沒有 就會被 被怎麼樣 被結束掉了 就這麼簡單 那結束掉的話呢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這樣 Finish的話 它的效果大概做出來 我們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直接RUN起來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 按下去它就把它結束掉 按結束 有沒有直接就結束掉了 其實背後本來還有一個 如果說 我今天不是 要 直接結束 而是要什麼 而是要讓它變成像這個 那這個是我後來 另外一個App 那其實長的一樣 那如果說 把它把這個 改成這個的話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Alearn Dialog 那這個Alearn Dialog 在手機裡面 常常看到吧 我想你們 很多用 如果你有用App 應該知道 它會讓你選擇 這有點像一個跳個視窗 那TOS的優點是說它很簡單 可是缺點是什麼 它沒有辦法互動 那如果說你要簡單互動的話 你可以用叫做 Alearn Dialog Alearn Dialog 那這個Alearn Dialog 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叫 Title 這個叫 Message 這個叫 Button 這個叫Positive Button 這個叫Nactive Button 其實 在 Alearn Dialog裡面 總共可以放幾個Button 總共 特別重要 總共是放 最多三個Button 中間那個叫Nature Button 所以 Positive Button 是左邊 然後中間是Nature Button 右邊是Nactive Button 總共有三個Button 就對了 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模擬器是2.x的版本 2.x的版本 確定在 左邊 取消在 右邊 可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模擬器 是用4.x的 或者你用手機 你會發現 它的確定變成在右邊 取消在左邊 兩個顛倒 很奇怪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那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但我沒有Google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這樣改變 也許 因為他是不是要有別於Windows 因為Windows 不是 Windows 就是 原來像 那他可能講說 那我不要跟他一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這個答案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為什麼從2.x的按鈕 他會兩個顛倒 4.x 兩個 確定變成在右邊 所以有的時候 你直覺有時候 還要再思考 確定他也在左邊右邊 不過習慣了 OK 那這邊的話 按確定就結束 按確定呢 就是去執行Finish 按取消又回來了 有沒有取消 結束 就整個Finish 掉 OK 那這個地方 怎麼去 建一個 Learn Dialog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稍微做修改 不過在做Learn Dialog 之前 你首先要知道 Learn Dialog 這個 其實有時候 恐怕要把它背一下 這個這個我想 或者你將來如果 背不出來 你可以再參考一下 他叫Learn Dialog Learn Dialog 然後呢 如果你字沒有拼錯的話 特別注意大小寫 A跟D是大寫 Alent Dialog 點下去之後的話 他會跳出一個什麼 Builder 點Builder OK 然後呢 你要建那個 一個Learn Dialog 這個必須 Alearn Dialog 點Builder 那New一個 宣告一個什麼 宣告一個 Alearn Dialog 後面給他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A好了 我假設要建一個物件 他這個是一個類別 建一個實體化變一個物件 那必須後面一樣 是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 Alearn Dialog Builder OK 這邊的話 Alearn Dialog Builder 然後小瓜糊給他 小瓜糊呢 裡面特別注意 這裡面要告訴他 你畫面控制器是誰 那因為我們現在畫面控制器 就是現在這個